时续进入秋冬,火警意外也似乎逐渐增多 相关担心社区长者以及民众居家防火防灾观念的先议员吴东升 以及市民代表会副主席黄达翔 特别与民校理社区关怀协会联合办理一系列居家用火用电 防灾安全推广活动 希望提高营法族长者对于住警器以及火场应变知识 让居家生活更有保障 时续进入秋冬,火警意外似乎也变多了 相当关心社区长者和民众居家防火防灾观念的先议员吴东升 和花莲市民代表会的副主席黄达翔 特别与民校理社区关怀协会 合办一系列居家用火用电防灾安全推广活动 邀请消防局美轮分队还有妇女防火宣导队 除了为长辈们进行讲解常见的火灾及电力安全问题 更针对经济弱势族群和独居长辈的家户 进行协助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并协助检查用电及液氧化碳浅势风险 如果听到这些就是火灾警报器 这个可能整天 这就是火灾警 要快报案 快出发这个房间 要快 电刷不能这样打 打到手 想想 不想说 不能这样打 太危险了 用火用电要注意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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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办的活动 最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独居长辈 还有一些弱势户 尤其是长照2.0的关怀户 那当他们的家中有电器损坏的时候 往往没有人可以发现 所以我们利用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不管是在据点还是福气站上课的时候 来上午教导他们在用电还有用火的安全 要怎样做的确实 那下午的时间就由里长挑出里内具有高风险性的 我们实际的做家户的来访查 不仅帮民众检查各项的电路 然后甚至还有加装的注警器 让他们危险的时候可以收到第一时间的通知 县员吴东升表示 活动的举办希望可以让银法长者 平常要注意居家用火及电器用电安全使用 在火警状况发生时 银法长者也可以及早发现 减少火灾汗事发生 借刘明胜花莲市报导